就是年輕人已經站出來了 到底國家跟政府 有沒有把年輕人的心聲 放在我們的正這裡 就是每個人的聲音 都需要被聽到 不能用說服 強迫說服的方式 希望年輕人可以接受 你的價值觀 不管你哪一個政治人物 就要求他要得志檢求 都有一點太困難 現在其實都是 還滿有理想抱負 也滿理性的 新聞之間為你發聲 搶攻守投足 青年看選戰 1月4號下午1點56頻道 新聞之間 報告